一直跟我说几八加码 然后我曾经说几八加码 加码车我加了1509 然后我说我只做加300 我为什么要给你1509 然后这个坚持去 不让你负 沾办网友让目击驾驶看不下去 公开行车记录器 不仅让这名300哥一炮而红 更被呛到爆 还在网路上吹起一股寻找300哥风潮 成了另类全民寻车大作战 疯狂捕获兵士车行踪 网民开始拼凑300哥的足迹 并在联署上回报 从15号的4点开始 车辆出现在三峡区 违规临停还乱钻车缝 被调侃说遇到网红 不到两个小时 驾驶又被眼尖网友抓包 出现在三峡区大德路旁 这回一样违规临停在红线上 一停就是四十五分钟 大家在社团猛酸要警察 快点到现场开单 不仅如此而已 300哥15号整天行程 都被网友一手掌握 从上午三点二十五分 车主出现在国道二号巴德 交流到开始就被疯狂三连拍 笑说自己碰上传说中的C300 加300 就连下了接流道 一样没躲过网民的猛烈追踪公式 车辆在环状线下等红灯 也被po文说遇到红人 一连串捕获戏码 让300哥的行踪全摊在网路上 在公开的马路上面 其实是不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侮辱这个开车的人 或构成刑法的供让侮辱罪 加1509块 只给300就落跑 车主恐怕没想到会被网友围剿 网路乡民接力回报 串联成虚拟世界的全民通气令 解姚一强宋香林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